为了让用户了解移转或节约用电 台电首先邀请商办性质的高压用电户来座谈 说明新尖峰离峰时间电价 如何移转夜尖峰用电 提供办公场所与夜尖峰适用的1D用电方式 及需量反应负载管理措施适合选用的方案 我想这个2050全球减碳 零碳的概念现在各国都在推动 政府也是为了配合武林的经营活动 那我们能源也在转型 那现在太阳能发电在白天的时候 已经陆续进来 所以说白天已经不是我们用电电载的时机 但是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 我们上班的活动还是进行 晚上回家的用电高峰也起来 所以我们的用电的高峰已经在晚上的6点8点 所谓的夜尖峰时代 那我们必须要用电价价格的引导 让大家在适应这个夜尖峰的时候 有节用电的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来大家彼此分享成功的经验 以前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夏天的白天 越热的时候开冷气不要开 因为电价会很贵 那现在的观念要改过来 因为我们现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效率很好 所以我们白天几乎用电都是供电都非常充裕 反而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傍晚之后太阳发电效率已经慢慢下降的时候 台电的机组被必须要补上来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另外一个用电的高峰 所以这个时候的时间带就是有大幅的变动 相对以往有很大的改变 那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后 光电减少了 那使得电力系统的尖峰从日间到夜间 就是所谓的夜间峰时间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调整时间电价方案来作为引力 我们提供正确的尖峰时段的价格讯号 引导用户在尖峰的时候少用电 那所以呢在去年的12月9号 第三次店家费率审议会决议 从今年112年1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尖峰时间电价 那各位方用户呢 在台电电价表来讲都是时间电价用户 所以呢都是这次新尖峰时间电价使用的对象 座谈会邀请绿机会陈一祥副理专题演讲 商办大楼节能技术以及分享企业节能成功案例 大家如果有印象在东华北路有个红国大厦 一楼有个海峡会 那个电价栋大楼实际上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不过这两年他们为了争取绿建筑世界认证的白金奖 他们做了很多用电效率的提升 这两年总共提升的效率节电效率达到40%以上 当然也有空气啊水的这些循环呢也有改善 那最主要是在用电方面得到了白金奖 那另外我想举一个华士 华士那个在光武北路事实上那个建筑也有一段时间 但是那个空调啊最近主期也过一个更换 那新的主期它搭配我们这个尖峰 新的建立封的时间 那让这个主期的启动完全配合时间 那光电费就省了将近25% 那其实我也要统计说电力系统 我们在大用户里面大家 比较常使用的一个简单措施就是包含这三项 那包含一个七月容量的一个合力化 那提高供应因素 台电有一个供应邮会 然后还有建设一个虛弹控制系统GPD兼共用电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提高供应因素的一个 改善 因为依台电的一个规则 它其实你用户 它会希望用户的一个功率因素是在80%以上 所以如果你在80%以上的话 每减少1%它会跟你加收0.1%的一个电费 那如果是你可以提高到80%以上的话 你增加1%它可以减少0.1%的一个电费 那其实提高功率因素其实有一些好处 包含它的一个天压稳定 那它也可以减少限量损失 那现在也会建议就是大家 大家尽量把功率因素提高到95%左右 那你可以充分地享受到台电提高的一个 通用者透用位 那一般电容器就会尽量建议装置在靠近复材点 靠近设备到这边 那第三个就是一个建设一个虚量控制系统 那这边就是我们刚才也有说 大家都会定一个虚容量 那我们如果为了避免超约的话 有的人会去装这种虚量控制器 那它就是在台电的楼盘MF下面 我们再加装一个虚量控制器 然后我们在透过这个虚量控制器去控制 我们可停用的一些次要负载 或者是可停负载的 那如果我们快要超约或者是超约 快要超过我们虚量容量10%的 我用一个数字的话 我就把一些可停的设备做一个限制 例如一些抽牌攻击 或者是冷气机 或者是给前方的 要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设备 我可以做一个停止卸载的动作 那可以避免它的一个超约 台电呼吁办公大楼用电户 吸收响应友善环境 搭乘节电审费 以让台电能够稳定供电 记者汪军台北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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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